但絕對不能夠坐視不理 而這些情形的引致交通意外的痕跡 但不僅是影響職業司機的健康安全 影響其他駕駛者 也影響城下的安全 我認為根本的問題 是在於政府縱容折扣房還下 縱容是這個城下已駕 而不是立法取締 所以希望今天的口頭質詢 能夠迫使政府就像取締折救黨 取締在車頭使用十幾部手提電話 這個情形能夠制止 很感謝業界今天來聲援 我們一起採訪好嗎 好 好 行 強烈抗議 強烈抗議 法例流動多 法例流動多 家庭安全隱患大 家庭安全隱患大 強烈抗議 強烈抗議 折扣黨橫行 折扣黨橫行 官員示弱紅島 官員示弱紅島 強烈要求政府 強烈要求政府 制定的士司機 制定的士司機 使用手機指引 使用手機指引 強烈要求政府 強烈要求政府 加強執法工作 作為人手機構 鬧 4 6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